吃火鍋圍爐是年節聚會的樂事 然而這些琳瑯滿目的食材 是否適合每一個人呢 以應景的福袋為例 外包的炸豆皮 與內含的馬鈴薯等碳水化合物 都是屬於高熱量 還有常見的百葉豆腐 其實有添加沙拉油 澱粉 鹽分 來增加口感和風味 當然也是高熱量的地雷 這類的加工食品除了熱量外 還要特別注意 含磷量可能會過高 為了要增加它的食品Q彈的口感 我們市售的這些產品 通常會添加一些磷酸 鹽類的食品添加物 那作為它的品質改良劑 跟防腐劑來使用 那容易造成我們的磷攝取過量 那會增加我們的一些 骨質疏鬆 細腺冠肌 腎臓病的一些風險 除了加工的火鍋料 本身不適合吃太多外 湯頭也是一大學問 在幼稚園擔任工扇的陳雪玉 本身有糖尿病 改吃素食控制 而孫喜歡吃火鍋 又擔心外食高納高油影響健康 因此陳女士從湯底開始就有琢磨 希望能兼顧美味 同時又幫家人準備營養的一餐 透過天然食材熬煮的湯頭 不用加調味料就清甜味美 再加上喝湯的小秘訣 再放料前先將湯頭搖起 放料後就不再喝 接下來放菇類 豆制品 而後再加火鍋料 綠色蔬菜適合最後再下 綠葉蔬菜融合會有一些農藥過量 跟一些肥藥殘留的硝酸鹽的疑慮 硝酸鹽它是我們的一種致癌的因子 所以我們這葉菜類最好是 輕輕穿燙就可以起鍋了 那當然說我們這些烹煮的過程中 就不要再喝這些湯 有些人吃火鍋 一定要沾重口味的沙茶醬 辣油等醬料 其實自製清淡沾醬 蘿蔔泥 檸檬汁 白醋 和些許醬油調味 也可以減少鹽分和熱量的攝取 讓你團圓吃火鍋健康飲新年